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红剑的视频一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对不对 最近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在我这个视频下方评论 包括这个私信里面就说 红剑这个全面战争模拟器发售了快录视频啊 这边的话我真的是不急不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游戏啊 它4月1号发售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直瞒着这个秘密瞒了很久 他们在3月26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个邮件 说这个游戏要发售了 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陪我们测试跟进这个游戏 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游戏的宣传 然后给我附上了一个游戏的激活码 并且呢 兰德佛他们强调了一点 不要把这个发售的时间发售的事情公布出去 因为他们想给一个愚人节惊喜 好了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好像已经说了很多了 咱们先来了解这个游戏 首先是沙盒模式 就是这个可以玩评论的模式大家都非常喜欢 然后战役模式 这一回它分成了三个战役 每个战役里面的话呢有不同的小关卡 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打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就是游戏设置 哎 这一回这个游戏设置啊 参数就特别的多 我们就可以设置更多的细节 不过可惜的是 它暂时没有出中文 倒数第二个就厉害了 自定义兵种 不过可惜的是 暂时还没有推出 我们这个谅解一下嘛 毕竟是一个逼测 不过想象一下 未来可以设计自己喜欢的 英雄级兵种或者狗熊级兵种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 那行吧 咱们按照惯例 新版本先进行兵种单位介绍和演示 随便选一张地图 游戏开始了 这个地图的名字叫做部落1 这一回啊这个游戏 它把兵种和地图都分成了几个派系 首先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派系 第一个 部落派系 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还有农民派系 十字军派系 希腊派系 维京派系 亚洲派系 不过呢 其实后面三个都是coming soon 所以的话呢 后面三个派系咱们先不讲 咱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兵种是野蛮人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回这个兵种可以拉的非常的整齐 因为它这个有专门设计 对吧 咱们可以把兵种拉成一条直线 然后的话呢 就是部落派系中的盾兵 两边价格差不多啊 新 然后咱们按下键盘上的F 就可以进入一个敬礼模式 或者说阅兵模式 什么是阅兵模式呢 就是这个士兵他只站岗不打仗 这一回的话呢 这个游戏出了一个新的特色 就是每个士兵都不太一样 这个不一样呢 体现在士兵的身高上 士兵的战斗技法上 还有士兵的性格看到没有 这边我找到一个确诊了多动症 别摆了行吗 哎呦还在晃 你这种人是怎么当上士兵的啊 这个医生难道之前没有体检吗 还有这个贼矮的啊 你是怎么过这个士兵的这个审核的 哦 哦 对不起我忘记了 这个原始人时代好像是全民皆兵啊 这边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啊 这些兵他们居然长了头发 看到没有有头发了啊 居然还护住了当 看到没有 用这个骨头挡住要害部位 以及手上有这个护甲 是不是感觉比以前厉害了很多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在摇 而且这个腿怎么还伸出来 还弯出来了 你跳舞呢你 打仗了 精神点 哦不是 是这个淡定点 转过身这边的话就是盾兵 这个盾兵的话呢 一样身高都 哎 这一组盾兵身高挺整齐的 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多动症 好像都比较老实 不过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士兵拿盾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啊 就是这个 他这个好像是个右撇子 整体肩膀稍微向右靠一些 也就是说啊 他们这个肩膀 可能有一些这个小毛病 或者说这个战斗的生法不太一样 技法不太一样 以及呢 他们的胸围 腰围 臀围 都不一样 他们拿的这个盾啊 就好像是一个老树 把这个树皮 带着里面一点木头削下来 然后中间打个洞 就是他们这个盾了 然后的话呢 中间这个洞 就是拿来观察敌人的这个 一个小洞 他们还戴着这个十字头盔 并且你们发现没有 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啊 比左边这些 他怎么还在摇 比左边这些野蛮人 体面多了 啊 左边的野蛮人 只是护住了裆部 这边的话呢 他们穿这个衣服啊 不仅护住了裆部 还挡住了一个咪咪 行了 两边的特性都讲的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直接开战 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战斗生法 以及其他战斗细节上的改进 这边的话呢 两边分别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接近对方 然后战斗开始了 哦 盾兵的攻击方式 仿佛是拿一个门板去敲人家 所以我给这个盾兵 总结出了一个这个生法和技巧 叫做拍门板 哎 这个野蛮人的攻击方式啊 总结起来就特别的简单 我锤爆 对不对 基本上就像打地鼠暴力锤锤锤 啊 目前好像拍门板这边剩的比较多 比较有优势 哎 不对 野蛮人也挺多的 这边现在是不分伯仲 行吧 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盾兵啊 可能以前是不戴这个实质头盔的 直到有一天 他们跟这个野蛮人对战的时候啊 野蛮人 就拿这个棒处 然后暴力一插 直接捅进了这个盾的洞洞里面 啊 于是啊这个盾兵就被当场爆头 此后盾兵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头盔 于是戴上了实质头盔 好像是巅峰二对二是吧 啊不对 巅峰三对一 啊不对 巅峰三对二到底有多少个活的吗 巅峰二对一 啊就当是一对一吧 哎不对二对一 哎 三对一 这个游戏啊 现在有一些人倒下 他只是暂时性的 哎呦我摔了一跤 哎敲他呀 哎呦差一点点本来可以直接爆头的 哎呦可惜了 怎么回事主动点 这升法怎么了 我的天 你头是真的铁 直接撞人家盾上了 接下来咱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种兵种的话呢 首先是头毛兵 还是以前的头毛兵 然后头石兵 哎多了一种远程 多了一个头石兵 这么贵的吗 这边的话 我们多放几个头石兵 虽然说这个价格可能会差距大一些 但是 毕竟是远程 万一这个头毛兵 一毛全部射死了 怎么办 就没得打了对不对 来我们敬礼模式来看一下头毛兵 头毛兵还是一样 每个人高矮不同 拿的这个毛可能也会不太一样 哎你看到没有 这个人举毛的姿势就非常的邪 明显就是没有好好训练的后果 啊 这种人上了战场 致死率贼高 啊 打中这个队友的几率也贼高 因为他这个姿势不对 哎 这边的话呢 其他好像都比较正常 有些比较高的矮的 哎 这个人也是有问题 他这个手看到没有 他拿这个毛 我的天 这是要捅死自己人吗 对不对 这还没打都叛变了 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头石兵啊 头石兵的话呢 哎 你们发现没有 为什么我们的兵种接受 好像蓝方永远穿的 比这个红方要体面一些啊 蓝方永远这个 啊 能多护住一个咪咪 啊 这个红方的话呢 永远只互当步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蓝方 头石兵这边 哎 都有头发 胸前挂着骨头 然后都拿着石头 啊 这个石头好像长的是一样的等等 哎 不对你们每个兵种都长的不一样 怎么捡到长的一样的石头啊 哇塞 有点厉害了 行吧 那么咱们这边头毛对头石 两方远程 开战 这边的话呢 这个头毛兵好像 射程要比这个头石兵远一些 所以说头石兵还要往前走几步 头石兵抛出了石头 我的天 为什么头毛兵好像 全部都设在了裆部呀 哇看着就痛 我的天 全部打的要害 有些头石兵居然因为吓得趴下 然后躲过了一劫 我的天 这个战法不错的呀 来 咱们注意观察 他们扔东西的动作 为什么刚刚我听到了一声放屁的声音 啊 这个石头砸下去 砸脸上肯定是必死了呀 哦不对 他们这个不叫头石 这叫抛石兵 对不对 你们发现没有 他们抛这个石头也特别的狠 全部砸别人的脸部 毁熔石 来 这边又射出了毛 看一下射中的 仿佛没射中 行吧 现在是三对四 三对四啊 巅峰三对四 其实我很好奇啊 他们这么多的石头和这个毛 都是从哪弄出来的 对不对 突然四次元 哎 召唤出一只毛 都是神 我的天 差点就双杀了这个毛 有点厉害啊 能不能抛出这块石头 好 抛石兵抛出石头 这个石头有可能三杀 只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双杀 行 投毛兵 哇 这个石头救了他一命 你能不能把这个石头扔出去 最后解决他们 就靠你了 哇 这什么姿势等一下 这怎么回事啊 啊 哇塞 正中心脏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一回这个远程啊 扔的比以前准了 而且打中自己人的概率低了很多 智商简直是大有掌进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咱们今天的骨头法师 哎这个骨头法师特别的厉害 所以说他即将对战的是一堆的野蛮人和盾兵 咱们给他摆上 盾兵挡在前面 虽然说没有什么用 一堆的野蛮人和盾兵将近 7000了啊 将近8000块钱 行吧 7500 行将近8000块钱 咱们进入敬礼模式来看一下 骨头法师的话呢 跟其他兵种一样啊 有这个游戏特色 每个人身高都不太一样 骨头这个权杖的这个长度也不太一样 他们这个兵种的话呢 头上带着一个鹿头头盔 以及一个鹿骨的一个权杖 他们这个权杖的话呢 待会能伸出帝刺 采用的是帝刺攻击 哎你们这怎么回事 这个脚啊 骨头弯了是吧 还是脚不一样长 怎么总是有人把这个脚伸出来 这是耍酷啊这是 啊行吧 有些人是立正 有些人是烧血 看到没有 这个鹿骨啊 无论是头盔 还是权杖 哎都会眨眼特别的萌特别的神奇 对不对 视角转到另一边 哎你别摇了行吗 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军训的时候 教官特别的不爽了 这个队伍牌子齐刷刷的啊 中间就是有几个人啊 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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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真的很难受 我觉得这是一种强迫症 他们这边因为人多好像势在必得 完全就直接跳起了舞啊 啊灭视敌人 哎 行吧 开始游戏让他们大开眼界 大批的军队开始冲向骨头法师 骨头法师全仗一起升起地刺 这些地刺就是骨头 直接把大部分原始人部队全部干掉 啊 当然这边说一下 不可能让这个骨头法师啊 0CD一直伸骨头伸骨头 那样的话 那简直没法打了对不对 啊所以说这个骨头法师它是有冷却时间的 那至于这个冷却时间段呢 他们该怎么办 当然是近战呀 不要以为人家是法师 放完技能之后就可以去欺负人家 这个骨头法师的近战 实力不俗 非常的强大 你们看着就知道了看到没有 这个法师还来了一个360度回旋升天 螺旋升天螺旋落地 啊虽然我知道这个是被自己人的这个地刺扎到了 但是动作优美我给满分 那行吧 这边的话 冲上来的近战部队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不管是被第一次消灭的 还是被这个法师用权杖敲死的 都证明了这个法师不容小觑 行吧 这边来看下一个兵种 下一个兵种的话呢 诶 一样非常厉害 等一下啊 这边蓝方仿佛出了点意外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开始洗澡了 怎么开始摇起来了 社会摇嘛这是 原始社会摇 行吧 这边下一个兵种就是 酋长 给你们看一下 摆的不够直 酋长 诶 一样先进入这个敬礼模式 酋长的话呢 有两个肩甲 两把斧头 戴着头盔 眼睛的话 一共有三对 六双 三双 六个 六个眼睛 都会眨 特别的萌 特别的可爱 每个酋长都有自己的风格 诶 看到没有 这边这个伸手拿斧子的 伸过来的仿佛说 今晚来我仗上 然后的话 这边这个就仿佛在说 我要屁死你 有些人的话呢 挺胸抬头 有些人的话呢 弯腰驼背 行吧 他们依然要对战的是 一堆的原始人部队 这个你怎么还在跳啊 我的天 这是干嘛呢 这个姿势怎么感觉 有点 哇 对不对 算了不管这么多了 游戏开始 这些酋长 我觉得批完这一堆人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毕竟比这个骨头法师 还要贵一些 对不对 看到没有 非常快的攻速 拿着这个斧头 就是一顿乱劈 而且他们这个攻击力啊 贼高 基本上一斧就死 看到没有 这个酋长 被一群人围着 被一群族人爱戴着 依然坚持 这些原始人们喊着 酋长酋长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拿这个门板拍你 诶 怎么死了 诶等等 按道理酋长不是应该能赢吗 what 这难道被我奶死了 不应该呀 一般来说 酋长打这么多 没问题的呀 我之前玩了好几天呢 今天要出场的最后一个兵种啊 不是人 而是一只猛马象 哇塞 这个猛马象那厉害了 跟你们说一下 无数的野蛮人 无数的这个盾兵 加上无数的野蛮人 其他兵种就先不加了 其他兵种可能会影响这个战斗 他们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个猛马象 猛马象直接使出一击 蛮象冲撞 撞倒了一大片 然后的话呢 不断的往前 然后一个侧身攻击 我的天 猛马象压飞了一大片人 现在猛马象通过不断的走位 一脚一脚的踩死原始士兵 猛马象胜利 猛马象牛逼 猛马象无敌 而且你们看这个猛马象这个剑模啊 他并没有很凶 挺萌的啊 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Landofort他可能会卖出猛马象的玩偶 到时候的话我买包 好的各位同学们 现在到了预习时间 从左往右的话呢 野蛮人 目盾兵 智毛兵 头石兵 骨头法师 酋长 还有后面的猛马象 可以看到这个智毛兵和这个酋长 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分别抖起了腿抖起了毛 行吧 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到更多的全面战争 文理期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 投币 转发分享这个视频 那么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 哇 咱们这个酋长他好激动啊 他疯狂的抖动他的双腿 还有这个智毛鼠也是疯狂的抖动他的毛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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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